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不会有所推说 一直会对台保持这种军售关系 另外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也会表示持续关注 要军方继续做出连续的监视和报道 就是说但凡有任何新的进展 都要军方高层进行评估 然后做出反应 第三点就是有关商务性方面的问题 虽然没有说中国人民比较关心中性的问题 但是他通过另外一个就是说 要隐秘进视海外企业在美国 购买美国企业的并购 然后通过其他方式 刺激美国企业的一些商业性的并购方案 然后要对背景 对公司进行特别隐秘的审查 这个被认为虽然没有明确说是针对中国 但可能就是说中国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各国 都认为就是说以中国 为主要加想目标的 另外在除了这三个具体的之外 它整个法案表现出的一种 就是说基本策略 就是对中国的一种长期性的战略性的意志 就是说明确把中国视为一个 就是说很具有威胁性的竞争的地位 然后要表示美国将来在国防和外交 然后乃至商业全方面要对中国 采取比较竞争性的关系 刚才你提到美国的对台军售 以及南中国海的局势 是美国2019财年法案 国防授权法当中 与中国有关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就是说 美国将来是不是会加强对中国进行 就是所谓叫做第一岛链的 这方面的一些限制 对 第一岛链呢 就是说 它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可以说从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开始 到韩战结束 来自越战结束 才就是基本上成行 然后到整个80年代 的那个执行 到新的时代 就是特别随着中国自己的崛起 现在中国与这个东南亚国家 与日本 包括与台湾关系 随着中国本身太多的强硬 而变得稍微 就是说 关系比较微妙 甚至是比较紧张的时候 这一部分 这种关系 就被美国更加利用 来形成对中国的 就是说 就被他拉拢这些 第一岛链的国家 来形成对中国一个 比较统一的一个性质 例如说 这个岛链的限制 之前是有所不属的 但是还是各自为战的限制 但是因为中国本身的强硬 让这些岛链国家 这些地区 它本身感受到中国的威胁 所以美国更加利用这种威胁 来统一它们 变成一种 目前是 尽是有实质性的 一种离门性的关系 就是说 要共同帮助美国 来压制中国 海平你刚才提到了 就是这个三个核心内容 就是这个法案当中 涉及中国和美中关系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法案加强了 对于外资收购美国公司的审核 那么具体这一点 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主要是对中国 这个宏观经济有影响 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 它已经进行了一个 比较关键的现实 就是说之前的 比如说你说 外景就外资资本红利也好 利用国内劳动力便宜的人口红利也好 利用现在能够榨取的 那个可发展的空间都非常有限 所以现在要转向那个技术 和转向包括中国自己 弄的那个制造 中国制造2025 就是密封是非常明确的 要不要以技术来加强中国 自己的这个工业 但是这种技术 中国本身又存在 很诸多的限制 就是说自己发展 还来不及 比较快速的方法就是要并购 那个先进国家的一个先进产业 通过这种并购 就学习到技术 然后把技术 转换为国内的生产力 但是如果美国 包括如果美国开了这个头 就是其他 比如说欧洲国家 也跟着跟进的话 就是说限制中国公司 对欧美公司的先进产业公司 工业公司的并购的话 这个对中国工业 就会形成一种无形中的 一个分点效应 这有点像那个科幻小说 三体中 就是三体人对地球人 它的一种基础 基础层面的一个封锁 在中国本身可能会 在这种压力下 有自己的突破 但这种突破 无疑是会付出 其他方面的代价的 这种代价 会对中国本身的 这个稳定性 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就是说 会涉及到一系列很大的问题 就说中国本身是 至少是在目前 在和平年代 是不准备付出这种代价的 所以说 这种技术限制 还是对中国 会很有负面影响的 那么另外 我们注意到 就是这个法案 还强调说 与中国的这样 这种长期的战略竞争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样的一个定位 是不是会成为 未来美中两国关系的 一个基调 我觉得可能是会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说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 他在刚上台的时候 就是说 推行一系列的 就是说更新的 就是与大国之间的关系 强调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 它的理论的基础 其实就是说 中国自己已经强大了 要改变过去和大国之间 甚至包括改变 在邓小平时代 就提出的 要韬光养晦的一种策略 你可以看新领导人 这十年来的一个整个的策略 它都是一种就是说 我们不再是要 逃光养晦了 我们要对整个全球 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做出自己有利的影响 就是说 变得越来越强硬 同时也越来越比较 用英文的词叫aggressive 那个就是很强势 这个涉及到 就是说 不仅说 肯定会触动 这个美国的利益 作为它这个 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 你在这个第二个经济怎么样 和第二个军事力量 最大的国家 在崛起的过程中 可能天然会有影响 同时 还会涉及到 与周边国家的一种影响 就是说 你这种中国本身的 这种强硬的关系 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国家 对中国的那个态度 就是说之前 可能会通过商贸合作 通过一些 互惠互利的利益 往来 能够争取到一定程度的支持的话 现在可能性 看来 这种支持 就不太可能 你就能够期待它 能够对你持续 或者说 你不能够期待 这些周边国家 不会导向美国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来谈谈海滨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几个方面 就是说 美国国防授权法案 对中国的这样的 一些限制的 这些内容 你觉得中国 会采取什么样的 反制措施 我觉得中国 从这个 过去的经济来看 中国采取的反制措施 可能比较有限 就是说 就算刚才 就像 开始在引文中 出售的 中国目前已经 做出了一些抗议 而且 从这个三个具体的 内容来看 台海关系 中国可能 因为 美国对台军售 是一直存在的 就不管中国 每年多少次反对 它一直就是存在 因为中国没有采取 特别具体的行动 就是说 除非中国 就可能展开对台的 实际化的军事行动 这个问题 才有可能终结 但是在目前来看 这个采取军事 对台采取军事行动 是比较不理智的 因为就 不仅会引发 美国的强势介入 就更加会把台湾 推向 远离大陆的 一种整个的 国民心态方面 同时在这个南海问题上 最近的美国自治 对南海这么关注 也是因为中国最近表现的 实在太强势了 就是在那个岛域的建设 建计场 军事化方面 就是完全就是 基本上是不顾及 国际势力的那个看法 就是非常明目张胆的 而且建设非常快 这种对美国可能就是 被视为一种的 就是重大的威胁 同时在商业方面 就是美国就是作为 它这个整个对中国 遏制的一个宏观计划的 一部分就是说 不仅是外交军事 地缘政治方面 你这个从你的经济本 因为经济基础 会决定上升 因为整个经济不稳定 会引发一系列的民生问题 这个对中国这个大陆的 政权而言 会有很负面的影响 所以说它从经济上 来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是一种釜底抽薪的 一个比较狠的一个招数 就是说这种全面的 组合权的做事下 中国政府如何反制 我觉得它一系列的措施 还在这点当中 但目前没有特别硬的底牌 我个人觉得 好 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 前高级研究员 马海斌先生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 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